先來看到目前外頭天氣狀況 你可以看到現在溫度很高 在北部地區24度 中南部地區甚至來到25 26度 至於在東半部地區23到24度 不過來看到因為西南風的關係 台東的大午現在來到29.5度 好真的很熱 而且這白天溫度還會再往上升 主要大午受到西南風過山成長影響 氣溫偏高 透過雲土來關心 今天全台各地以及外島的澎湖金門 都是屬於一個多雲稻勤的天氣 馬祖地區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在午後山區各地有局部的降雨 不過其實天意來說都還是穩定的 到了晚上天氣不太一樣 因為晚上開始風面靠近了 這個時候北部還有東北部山區 轉為局部有雨的情形 好又要老後了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如果你比較晚回家的話 記得帶拔傘 而在今明冷天 還要提醒搭機的民眾 因為在金馬地區 有些低雲或是有局部的霧 影響能見度 提供給您 好 未來天氣狀況 一直在提醒大家 未來這個禮拜二的天氣變化很大 一道風面從台灣的北部海面 逐漸來接近 要變天了 預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就會抵達台灣 所以在明天開始要下雨了 而且你看到有沒有 未來一個禮拜通通都是下雨天 從明天開始下雨風面通過 全台各地都是為有雨的天氣 北到南都是不理想 到禮拜四 禮拜五 這個水氣還在 因為這一波風面移動的速度比較慢 所以走得慢慢走 慢慢走的時候 局部地區下的雨恐怕是很驚人的 從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通通受到風面影響 還有東北極風帶下來 不只下雨 氣溫也會下降 好 再來看到到週五 週六了 到這個週五 週六 週末時候 雨慢慢可以停下來了 高溫才會持續的回升 也就是剛剛也提到 未來這個禮拜 其實天氣都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大家出門記得帶把傘 還有這溫度變化其實也滿快的 這個時候很容易感冒 出門早吃晚歸 還是請記得多加進衣服 而在今天出門注意哪些事情 除了晚上比較晚回家之外 要帶把傘 來看到在今天天氣預報 北部地區22到33度 南部地區22到33度 東半部地區今天這樣有機會 山區有一些 不過真正明顯的要到入夜之後 23到31度 以及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今天天氣來說 金馬地區擁有一些局部的霧 其他地區都是屬於多雲 稲勤的天氣提供給您